因为节目开始跟你讨论整体的局势的时候 其实你觉得油价可以再上升 资源股也可以看高一线 但是昨晚看到的情况就是 其实油价是升的 继续上升 但是美国的石油股也在跌 今早上也是的 三桶油也是在跌 这个朋友买了360元 他有4个二有货 他说前景怎么看呢 油价 刚才听你的口问你就看好的 但是油股如果持有的话 又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就油股就不是三桶油都是一样的 大家以往都知道 敏感到最好就是833元 但是升得最多也是他 那360元其实在三只里面 油价真的高油价的话 对他来说反而利好因素是最低 不止有人事会是困扰来的 那不过我们的考虑就是 就是现在他整体股价这么多年 其实都跌了很低 所以如果你说油价继续推上去 他始终都会受惠 那但是你真的比我选 我就会比较传统一点 说法就是真的追油价就883元 但是如果你嫌高的 那都未必买360元 都宁愿可能买中石油 就是857 instead of 360元会好一点 那至于你说已经买了 就是头已经洗濕了可以怎么处理呢 那其实就你4.2元 那你现在都是408而已 那我觉得这一段油价既然都看下不会大散的 我自己看我就觉得没什么太大机会 会落回去好心的 比如可能楼有90元以下那些都不是太似的了 那所以变成了就不妨你只是单一日回的话就顶一顶 我觉得暂时去到可能confirm break 就是比如说可能3.95 留下你才考虑减持甚至乎置舍 那之前都还可以继续hold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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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